要問環節,今天是初四 假期最後一天 年初四的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大力地片一下新聞 因為反正也是,幫大家發洩多一點 我們有幾宗澄清的事情要講 先講一下澄清 有一個觀眾回覆我們 天水圍的11歲的社區主任黃繼祖 不是有耶穌沒有吵架 是他根本沒有父母去管教 即是他沒有吵架 即是他媽媽就大,即是無故教 所以無故教,所以很嚴重 而且他媽媽也是中了一封的行動不便 也是一個破碎家庭 其實如果心理狀況方面 出來做這些事情 和黑社會有很分別 什麼叫黑社會呢 其實黑社會的意思 為什麼在小時候說黑社會 是因為有一個權力 你想過早獲得權力 黑社會,因為你一個小孩 是完全沒有權力的 黑社會你可以有對喊喊喊喊的權力 是一種權力 他也會失敗 他也找不出口 唯有說是社會問題 嘗試說我不是那麼失敗 我是水改革社會 即是我崇高的理想 那就去逃避 好像長毛那些人 因為他自己稍為讀書 你很難接受自己失敗 所以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很多時候都變成爛仔的勝地 是一個合法做爛仔的權力 你不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是一個反政府的結構 是一個反政府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失敗者大原文 不是因為共產主義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你是成功了之後 結果又走回那條路 所以我反對那些暴亂 就是我明知道你成功了 都會走回那條路 為什麼 我不是說你成功了之後 會什麼 你搞亂20年之後 你又會再走回那條路 那我做什麼讓你搞亂20年 其實就是這樣 統治就是那個方法 你不能夠離開這種方法 共產黨發明了一個新的統治方法 那個統治方法是一個 你會覺得比較困難的 但是成功 因為你覺得比較困難 他成功的機會就比較高 發明了新的統治方法 但是到了最後都不離那些 最初的時候不管 外交還要說什麼 現在他都要說不干涉 變人內政 說那些外交以前就是很進取 什麼世界革命那些 是的 到了最後他都用回 最初的時候經濟到最後 都是一樣 有些都行回大部份的資本主義 只是在小部份 還回到他之前那些 共產黨主義 其實都要用回方法 你推翻這個政府的時候 你到了最後 原來回來 那幾十年大家捱了苦 又死人 又什麼事 死人 倒樓 打爛槍 結果都是回到原來的位置 其實政治秩序 有一個慣例 各位觀眾可以留意政治科程 我們會講得更加深入一點 好 第二個問題 是一個澄清 澄清 渣哥轉身做了大渣哥 由街頭小吃變成茶記 生意還好 每天有人排隊 對 對 因為我都看了一看 他收拾了 但是 就是 有一間大茶記 沒錯 沒錯 孤死孤還在 新孤比舊的孤更加有錢 所以渣哥都 我看了收拾了新聞 但沒看到他開更大的新聞 有小渣哥、大渣哥 他是譚小環搞的 好像譚小環和丈夫搞的 所以也算是一帆風順 以黃店來說 我也有留意他開茶記 開茶記就更加久 我前面看到他收拾的新聞 我以為是他大茶記 是收拾了 原來就不是 另外一個觀眾也提了 我們說不可以解籤 但也可以說 講一下籤的歷史 文化的內容 車公加上黃大仙是200支 200支 黃大仙是100支 車公是100支 加上200支 要你 搞才可以 OK 即是可以的 可以 可以 我們要做一個特色 在你離開我們之前 我們一次過做了 因為 最慘的是 那個版面我做了 就不想放棄 但問題現在沒有解籤 就唯有用這個方式 所以你按回去 也是有作用的 即是搞一些文化的事情 也沒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 OK 好 我們想辦法再搞 還有 常公子的孫中山 也沒有搞 我們真的要想辦法去處理 很多項目 還在考慮 另外 有位觀眾也指正 印度的Life expectancy 已經是70歲 而不是30歲 好像是68歲 總而言之我都不太記得 是的 我已經在想 你講的時候 也有一點懷疑 因為現在已經很少 三四十歲 今時今日 去到很離譜 才是三四十歲 即是戰亂才是三四十歲 即是我自己說完 我是有點懷疑 不過是想一想 引導的統計數字 都看得多不可靠 但也很難三四十歲 即是你覺得很難三四十歲 即是 太長命太短 因為其實 由六十幾歲 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 由三四十歲 突然變成六十幾歲 是很容易的 是 由六十幾歲 之後 一路上就開始懶 即是抗生數 那些普及 是相關壽命不斷改善的 是 最後 大師提及的反平方率 應該是 inverse square law 即慢有引力 靜電子也是例子 距離增加一倍 引力就減弱四分之一 而不是十分之一 我記錯了 因為太久沒有碰到science 你乘以乘以等於square 是 乘以等於square 就是這樣 一個乘以一個 就是square的對比 但是便會是這樣 所以不是lock的問題 是反平方率 他說十分之一就是lock的問題 是十分之一就是lock的問題 但是它不是lock的問題 因為10這個字在自然界是沒有preference的 但是Square和成在自然界是照樣存在的 有些數是自然數來的 即是Square和比例是自然數 但是10這個字在自然界是沒有特別的數字 即是在自然界只有幾個特別的數字 譬如137之類的特別的數字 但是這個不是特別的數字 我們說回要問 首先就是比特幣的第一個ETF已經上市 在加拿大 批了 一個星期之內就會正式去運作 即是可以炒賣 所以就令比特幣又升到四萬九 你買的那個是什麼來的? Gray scale 你買的那個比特幣那個是什麼來的? 那個是比特幣的信息 但是那個上市就在美國 即是Gray scale 它就不是ETF來的 即是美國還沒有ETF可以做的 那個最少賣多少? 那一股就是三十元還是四十元美金 即是視乎那個價格 可以買這麼小的? 是的 所以這個似乎是挺好的選擇 但是據聞它上市的地方 是那個版本比較低層次 即是是世價股 那可以炒得大的 到最後都會變 它的好處就是它有長期的 premium 例如它升到五萬元 是比特幣升到五萬元 那它升到五十多元 是再多一點的 這個不是好處理的 是壞處理的 即是你買貴了 它跌是跌足的 所以是它跌的時候買的 噢噢噢噢噢 它跌跌足升升升多 我可以明白 那比特幣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消費很多電 那最近的一些報道出來 就說 比特幣用的電 已經多過阿根廷一個國家用的電 即是非常之環保 除了炒賣有什麼功能的東西 是 那這樣說好不好 是 其實黃金除了炒賣 也不是特別大功能的 因為黃金到最後 都是將你的黃金做了出來 然後運到地底 然後沒有作用的 到最後都是運到地底的金庫 其實大部分黃金都沒有作用 是 那問題就是 一邊我們又說好環保 其實批評特斯拉的人都說 你拿了美國政府15億的美金 就是做環境的補助 那你賣電動車 那你另一日間這麼不環保的東西 那你似乎好跌相矛盾 噢噢 那這個就很難看 這個就很難看 就不可以撐了 但比特幣其實都不會太過什麼 都不會太過 始終你做了2100萬個之後 就沒有了 雖然最後一幾個應該都非常貴 那它稅銷電都是它做Mining 即它交易那些就不是電的問題 是 那應該都差不多滑了 是 所以應該不願意的 是 我們再講一講 就是香港政府 現在是在研究中 是加緊這個 反失黑錢 這個Financial Times的報道 那麼反失黑錢沒什麼問題呢 主要是針對內地的官員走資 那它就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沒有很清晰地說 那哪些要搞呢 即是怎樣做 那現在還有一個研究階段 其實是否都是配合內地打擊走資的需要呢 如果它這樣報道就是 但是香港其實 因為美國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2003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不停的 因為反空 我們做股票的 已經全部被它洗到沒得做 所以 因為做股票很多都是undertable的東西 所以 洗錢也是 我想洗到大陸 這個是很肯定的 但是總而言之 所有發明的東西都是西方的 都是美帝的所謂 中國人沒有這麼聰明的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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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部這些技術 都是有英文的 但是很多技術 很多東西都找不到中文 但是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每一個做法 我們都找到英文 即是翻譯中文就很奇怪 沒有中文 即是每一個老清局 都有相應的 例如康師編局 那你沒有的 是不是 沒有的 可能叫什麼老鼠會 之類的 但是每一種這些東西 都有英文的 專有名詞 很確實地表現出來 但是中文就很多都沒有 所以中文在名詞這方面 比較落後一些 也證明了西方在這方面 是先進一些 名詞發明的威力 但是你也有個人的事 有這麼多老清局 其實我們 香港發明了 即是文化底溫心口 的所有老清局 在美國都有 都出現過 而且很流行 我聽到有人說 美股比較公平 那你現在買美國的大股票 其實美國的世界股是更離譜的 你看華爾街路人也知道 那中國人是不是 黑社會的修辭比較生動 即是是一個文化貴賭 來的呢 中國人的黑社會 的確是厲害 愛國人也是黑社會 但是黑社會 你有看教父 黑社會不會這麼厲害 因為 其實黑社會 我大約講講 黑社會是一個 城市化的後果 你去到一個大城市 你沒有黑社會 你就沒有辦法能夠生存 所以黑社會 所以社會就是實現 它不是黑幫 黑社會 黑幫是不同的 黑幫是另一種功能 一個犯法的問題 是 黑社會也是有小辦法 但是當初的時候 如果你作為一個 毛巾的浪子 你無緣無故在鄉下 黑社會 其實是否應該叫做秘密會社 即是未必會做一些特別 法律不同 跟秘密會社不同 黑社會其實就是 你個人走到那個社會 你是鄉村人 去到社會 你不依附著一個社會 當時的時候 社會福利 所有的東西 你是很少的 黑社會其實它一定要包你 又公開 生養死狀 沒錯 你一定要的 其實是一個 fraternity 所以才有 現在水房 即是以前的網絡 即是以前的網絡 即是以前的網絡汽水廠 網絡汽水廠 即是你一定會這樣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跟你網絡生存 如果你是在一個圍村 以前的圍村 不是現在的圍村 你是沒有辦法 你是不需要有黑社會存在的 你在一個村裡 你所有東西 生日死狀 但是當你政府 因為它撲離了血源和地緣 所以必須要找到生日關 但是如果你是以前來說 五十年前的時候 你的社會對你的照顧比較少 所以你必須要依靠黑社會 當時黑社會會很普遍 但問題是現在 因為當你政府 其實取代了很多 黑社會的功能 所以變成黑社會 就沒有存在空間 大約會是這樣 我覺得外國不同 因為外國很多時候 就是教會 提供了一個黑社會的功能 所以你去到教會 你一次次的教友 你就能夠生存到 所以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有NGO NGO大學時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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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不像 因為教會的 你其實要提供了 他提供了一些 心靈威脆和黑社會 兼且是一個 Fraternity 以及你作出一個貢獻 你其實脫離了 他你生存不到 你是靠他生存 所以最後就剩下一些非法 犯法行為 因為到了最後 當你政府取代了所有的黑社會功能的時候 黑社會就剩下犯法功能 才能生存到 這些是一些數字可以處理的 都想社會關於黑社會的處 我們政治學應該都會講 相關內容 應該第一堂就會講 共同體 共同體 我們講回國際的新聞 緬甸政變搞了第九天 都講了很久 受傷的示威者應該快要死了 所以亦都變成一個抗爭的標誌 類似香港的麻雅少女 這樣的情況 但這是真實 香港的麻雅少女隨時是假的 應該都是假的 因為當初我一看 但是很多人相信 因為他那顆彈 打進去是布袋彈 打進去是布袋彈 它不是一顆鋼豬 布袋彈打進去 怎麼會一顆 就是那個不像布袋彈的狀況 而且如果這樣整顆下去 它應該是偉容的 而不應該是傷著眼的 即是布袋彈這麼大鏈 應該要爆炸 對 那件事是什麼不對 所以我一看傷口 就已經覺得是假的 那現在 你可以說是 警方的鋼豬彈打到他 但是你一進去的布袋彈 我只有一顆假 你說警方傷到他 那我不敢肯定是不是 但是你一滲了布袋彈 我想就知道是假的 是 很明顯 但是香港當然很多人很明顯 都看不到 後來也有打盲眼 不過是印尼的記者 打盲眼很容易 你說香港人 香港警察打盲的麻雅女 霸彈女的眼睛 我絕對會相信 是 但是你給了照片我看 我就絕對不相信 即是相片很明顯的假傷 距離語 不讓你把照片看好一點 所以整件事都很吵詭 到現在都好像沒有法律 和說不讓人公開那個紀錄 公開受傷那件事 所以這件事一定會很容易 那回到緬甸 緬甸現在局勢非常緊張 在街上有坦克車 不是裝甲車 可以走來走去 我覺得很奇怪 即是如果你真的開槍 你真的開槍 那你還要事先 有車走走 那你搞什麼呢 他們事先 緬甸因為很奇怪 他們曾經試過 是從選贏過的 大規模鎮壓之後 從選再贏過 所以他們可能會發生 但今次會不會再重現過 今次輸得這麼離譜的時候 所以他們曾經試過 所以是1988年 1988年 1988年 所以這次會不會再重現 始終這次不和現在 他們那個狀況 即是緬甸最差的軍方 最差的地方是否 是貪腐 極重的貪腐 如果他們是 好像當年中國共產黨 這樣的話 他們會好很多 現在軍方正面對分裂的情況 因為剛剛拘捕了一個鞏固發展黨 即是軍方直立黨的前主席和上將 那你弄得這麼嚴重 軍方內部多次 因為今天不跟八百年 八百年的時候還有很多人相信威權 但今天大部份軍隊自己都不是不相信威權 現在反而是中國會相信一些 因為中國成功了 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相信威權 所以你軍方又控制不到政治 你不會有一個黨去控制著他 所以變成你當你選輸了之後 你的合法性就完全降低了 所以你的人就暫時不怕你去示威 所以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民意對比很明顯的 就是八成選票在全國民主同盟手上 原本少數民族都不強 是昂山他們的 但因為他發覺軍人上頭我更麻煩 那不如韓老鳳都撐著反軍方示威 所以你手上差不多九成多民意 那你怎麼搞呢 因為那些如果軍方只有一面族 佔了67%的銀口 之後其他的消息 黑陰族、黑倫族 那些三十多 那些全部的彈族是怎樣做 彈族 彈族 那些是反軍方 那些從來都反軍方 因為你不能夠存在 他們的選擇就是反昂山 還是反軍方 昂山很明顯是好一點 就是Lessers Evil 沒有兵 沒有兵可以欺負 你不能打 你說什麼都沒用 如果按國際慣例 你這麼大規模 八九成民意示威 那我政權都很難不想 那除非你做大屠殺 就是全國殺十佛一的人 那你就可能搞得了 但是你敢不敢這樣做呢 不是全國殺十佛一的人都搞不定 都搞不定 因為你那些人 軍隊 你這些不是馬莫拉克 以前的斯巴達 那些勇士 勇不是勇不是勇的問題 你殺那些人 那些人是家人 你不能夠只殺 你殺外族也可以 那些全部沒有一個家人 你殺到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樣鎮壓的話 那些全部你殺回家人 你怎麼殺 你怎麼殺 沒可能殺到的 以前的時候 你還可以調河南的兵 去殺什麼 或者如果你去到八九民運的時候 你還有可能 因為你是外殺 那你還有可能 這個你沒得救 因為你怎麼殺十佛一的人 那十佛一的人 我想軍方也有 照比例也有十佛一的人 那你沒辦法殺到的 所以你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暴力震壓制 香港就可以 所以我經常說 香港問題絕對不是問題 即是體外解放軍在 沒錯 體外解放軍在 你一定可以暴力震 你幾暴力都可以 但是問題 雖然你壓了震壓之後 你也是有 有 哭聲 但是你 當然你震壓的時候 你也有一定的合法性 即是你有沒有合法性 是很重要的 這個有沒有合法性 為什麼呢 這些是大義名份 這些是 漢宇為什麼 巡人 沒有辦法統治巡國 因為有一個叫做 他殺韓 其實你戰爭殺了對方 對方的怨恨是低一點的 你殺韓對方的怨恨是高一點的 殺了投降的人 即是你要知道 合法性在哪裏 你這樣去知道 你只能夠 除非 如果他們是 哪個軍隊 這樣就不同 兩軍相戰 大家的 恨意會低一點 現在你找一個人出來示威 和平示威 或者少少不和平示威 你現在暴力就要殺人 你殺不到 很難搞 最少你要殺人 你要監禁 審判 你審判很多人不可以死刑 你搞不定 這個不是一個殺人 你搞不定的狀況 他所謂沒不招 踏車在那裏走走走走 另外就放了兩萬個監等 即是一些反民主秩序的人 或者叫暴徒 現在就在那裏打集場 用這些去拖延時間 最麻煩的是 現在民間就組了一些 民間自發巡邏隊 就變成他們開始形成一些 由下以上的組織出來 就開始領立中央 這樣的情況 是更加明白的 他們都是搞不定的 當你這些事情到了 為什麼呢 你是軍方統治 你逢親軍門 逢親你什麼 的話 你上面一定要青年 如果不是你搞不定 那他就貪到哭了 我們說另一件事 那西衛的專家代表團 就來了中國去做考察 調研 那現在就有雙包案了 就有兩個說法 而兩個說法是自身矛盾的 那專家組的成員 叫達澤克 因為所有的sauce 都是他去放出來 那紐約時報呢 去close他講的話 就說不行啊 似乎是一個月的情況 發現是很大問題啊 就是病毒應該源自中國 還有一些資料不可靠 但是彈澤克自己 在Twitter上說 不是啊 他都已經是OK的 即是他的sauce 是合理的 所以就變成了雙包案 那應該是紐約時報 這次應該有問題 因為你去解讀別人的事情 解錯了嘛 當然雙包案 解讀錯了 周時都有的 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只是政治解讀 是 那麼紐約時報 當然新聞機構 一向都不是特別客觀 但你實際上的事情 解讀錯 這個都很違法 還有紐約時報 BBC 以前在我心目中 讀新聞系的時候 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 至高無上的新聞機構 已經證明其實是 稍為有少少老 但這個世界上 就是太多無路的人 尤其是讀新聞系 都是豬的 所以你還會對國際傳媒有一定的幻想 只能夠說 他一定是偏頗 但可能他事實檢查做好少少 比一般的 在每日郵報的那些好少少 但這次是比較嚴重的錯誤 近十多年 本身的水平是低了很多 不知為何 因為可能的確是 裡面的精英程度是差了 所以本身 即是西方傳媒 以前都是做得起你一點的 即是他出貓 但他不會被捉到 現在就很明顯出到了 沒錯 而且我想都是社交媒體發達 大家看得比較細小 沒錯 我們耀文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政治判斷絕對影響你一生 其實外國都是相同的狀況 外國很多時候 民主黨或共和黨內部相當好 然後才去 在政府決定 其實人們經常說有什麼陰謀論 那陰謀論存不存在呢 視乎你究竟怎樣定義陰謀論 所有政府做的事情 現在你看到立法會投票 那些都是表面上的 香港你跟香港你就看到了 其實全部都是內部談好 大家才知道怎樣投票 都有內部有很多遊說 都有內部有很多遊說 都有內部有很多遊說的事情 是不是